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還回到時事全方位的時間 這一節我們找到兩個嘉賓 一起了解一下其中一個現象 就是很多少女模特兒 所謂的嬰模加入 但緊實有特別 我看了一些其中娛樂版 就說到那些叫嬰模始祖 譬如Angela Baby那些 她就說不是嬰模,我是潮模 很潮,很新潮模特兒 另外有些就說 我都不是嬰模 我是叫做藝能模特兒 所謂的藝能模 就好像畫清界線那樣 不知道是不是呢 這陣子下個禮拜二十日書戰 嬰模這件事在網上炒得很熱 嬰模這個字眼可能被人覺得負面了 就好像嬰模 好像不是很正面的東西 可能那些女生就覺得 這個名字放在我那裡不太好 於是就開始畫清界線 今天也有兩位朋友 不如我們跟她聊聊 聊聊聊 包括有一個美女毛特兒 Color 坐在阿錦Sir身邊 另外我旁邊的朋友 就是毛特兒公司的負責人 徐衛君 和大家一起聊聊聊聊 早安兩位 早安 請問Color 記不記得 Langmo這個字就出現了 但剛才聽彭晴就說 有些女生就說我不是Langmo 我想分清楚 你自己個人怎樣看 別人叫你Langmo 是不是Langmo這個字有點負面 你自己覺得呢 其實我又不介意別人用哪個形容詞去形容我的 例如Langmo 甚至是港女 但只不過有一個大前提 就是大家將港女Langmo這幾個名詞 就變成很負面 即是說你是港女一定不好 說你是Langmo一定是眼大大 沒有內涵、跑孔露鼻那種 所以如果大家用這個定義去說港女 Langmo就是我的話 所以我就不高興 但我又不會說要出來跟大家澄清 我不是Langmo 千萬不要這樣叫我 那是沒有意思的 你入行多久 其實我入行八年了 說真的 如果你有八年就不算Langmo 是不算的 但不知道是否我的樣子的外表問題 是不是眼大大還是長頭髮 你真是眼大大、長頭髮 標準化 Langmo就是這種 眼大大、眼尖、眼尖 加上你的頭髮 有些顏色 年輕、年輕的,走出來 而且身材很好 很好身材 不敢說,但好像露多些肉那類 對… 好像… 不知道是否每個女生 現在都很巧合、一式一樣的打扮 不過我想問徐小姐 其實作為無特兒公司 其實你們都經常找一些女生 簽來做無特兒的 那你當然是找年輕人的 是嗎? 一定的 其實不一定的 因為你看到市場上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客戶 每一個你看電視的廣告 不一定是要年輕人的 小朋友到老年人或中年 大一點 三十多歲、四十多歲、五十多歲 都會有的 所以不一定是女生 只不過是好像我們會吸引一點 會多些…有粉絲 人們會多焦點 是,那你現在手上 有沒有那些甚麼 小毛兵團所謂的… 我們公司… 其實… 我們不會叫他們做小毛 因為小毛好像是… 都是傳媒按下去的名字 做平面或是做一些電視廣告的無特兒 一直都有的 不過以前沒有報道而已 我們當然也會有很多新的女生 平均年紀多少歲呢? 平均? 我想都是約二十、二十一左右 二十、二十一 即是都大一點 我想是無特兒很可愛的 剛才聽徐小姐說 無特兒公司都是幫客戶 因為客戶有些… 可能有些人買… 譬如賣奶粉 那你又不會有太年輕人 那麼慢演 但剛才她說了 平面以前我們在雜誌、報章那些 很多時候都有很多模特兒 是幫我們做 大家自己去看 譬如在屋裏面、車 都有些平面的模特兒 不過以往不是這麼注視 但今年可能是書展 加上那些年輕人又說出寫真集 於是會令到網上 或者電車籃沒有很多遐想 是啊 我問問Color Color Color,你接下來會不會又出 必定要做的年輕人 就要出寫真集 會,我接下來也會出寫真集 但我想說我的寫真集 去加入了我的文字和一些散文 其實我整整幾年都在報章 雜誌寫自己的專欄 我想讓人知道 NEMO從中眼大戴長頭髮 其實都是會有內涵的 都會是懂得寫東西的 不是大家可以忠一足 那個第一船人 還有我覺得其實我們這一行 甚至乎是NEMO來說 都會有我們自己的辛酸的地方 還有我覺得每個行業 每個行業 大家都可以在這個社會有認受性 不論是大家多不多人支持 但總有一班人支持我們的時候 我覺得一定有價值的存在 電車籃都支持你們 是啊 電車籃香港不少的 所以說到你寫東西 你是署名寫文章還是嗎 這幾年都是署名寫文章 是 我有個筆名的 但是我打算今年出社真集 社真集裡面 是的 審訊給大家看一下 我的名字是姜子男 當天那個就是我 筆名的大家慕名了這麼久 我寫文裡面 我加插了很多東西 我就是說我是港女 我是姜子男 我是NEMO 我也是中國人 我想告訴別人 原來我是可以認的 只要大家把這個定義 定下去 其實不是大家想像中這樣的一回事 而且不要那麼極端 聽Color說 雖然未知是知識分子 但起碼是識字分子 是 識捨自 有知識 有知識 兩個都有 兩個都有 起碼識字 其實像Color這樣 大家就會覺得很安心 正所謂的 生得漂亮沒有罪 身材很多沒有罪 簡直是沒有罪 對 明白嗎 最多是妒忌 對 最多是妒忌 但問題是 我也是看一些報章 例如有幾個年輕的女生 又被人踢出校 又不讀書 其實是怕會影響這些 還有為何每次拍照 穿了很性感的泳衣 都要污下身 好像看到與不看到之間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做過Color 我不排除現在 可能是17、18歲 也有一些女生會這樣做 甚至乎是許迪的公司 或是經理人 去提議她們這樣做 但這件事對於我沒有關係 因為我自己不會這樣做 我公司也不會有甚麼要我 即是叫你這樣做 你也不叫你 我不會這樣做 但其實這種風氣是存在的 當然樹大有枯枝 有他們存在的時候 有他們的一套 當然我也有我自己的一套 但市場接受 剛才你說 是呀 市場接受的時候 即是這個世界有供應 是的 需求 所以 就是我本書 我會怎樣做呢 我不會穿瓶領 或戴眼鏡 去拍攝我的寫真封面 雖然我銷售才女 我想讓大家看到我內涵 但在內涵大前提之下 都要符合有供有求 即是我都會有穿泳衣 有穿BIGINI 有Show off我自己的身材 但都會加插自己的文章 跟上市場的規律 我沒有清高的 我就是這樣 厲害 坦白 坦白 是不是 行程最喜歡 我最喜歡這些女生 我覺得要你向她學習 不過徐小姐 其實剛才Color 她說自己不會瘋下身 可能會被無地兒公司的人 叫她這樣做 那你有沒有看到很多 你們同行都是這樣 真的 即是 你們的女生一定瘋下身 你以為她要出位 博出位 因為老實說 她們走出來的時候 你怎樣吸引到 那些人去注視 首先我也不是說 一定是壞事 有性感而已 是 其實我自己就不清楚了 因為我不知道其他行家 怎麼做 但是有一個問題是 我知道有時候 是沒得以自己做的 或者甚至乎是記者 攝影師 攝記 她們要求女生做 女生有時候 她們是完全不知道的 她們會說 你瘋下一點點 夾起來一點點 這樣會好看一點 那女生 我們會跟女生說 你不需要做這些事 那你立刻打電話 來跟我們說 如果有記者這樣做的話 這些是害群之馬 好了 這個時間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再談 待會再見